抗持人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大涨152点 台股昨天跌74点 现在大涨150点 因为昨天美股大涨 道琼大涨911.95点 涨3.85个百分点 疯狂的涨 昨天晚上我看是涨800点 早上起来看变成涨了911点 那斯大尔也大涨220点 涨了2.44个百分点 指数9234 S&P500涨3.15个百分点 费政办导体大涨4.8个百分点 疯狂涨 欧股也都涨 不过美股昨天 我看早盘的期货就涨 三四百点 一开盘就涨 因为好像他们要大规模的旧市 那欧股英国大涨4.29个百分点 法国大涨5.16个百分点 德国大涨5.67个百分点 全世界都疯狂大涨 台股现在涨的还算少的 只涨了147点 纽约原油气货也涨了3.87个百分点 涨涨涨涨涨涨 好那么 就很奇怪 经济看起来不好 并没有多好了 因为全世界都在封城啊 这等等等等 虽然逐步打开 但是还是缓慢 可是呢股市大涨 好 今天5月19号 明天5月20号 这两天都有滞流封面影响台湾 所以各地有阵雨或雷雨容易 特别西半部东北部地区 其他地区 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 有局部大雨 好有发生的几率 金门马祖今天低云局部物 能见度会受到影响 那今天全台湾有雨 受降雨洗除作用的影响 空气品质不变好 金门马祖地区有局部物 影响能见度 新竹苗栗 中部云嘉南高平宜兰花东 澎湖良好 北部马祖金门空气品质是普通 今天北北基 陶珠苗温度都是23到38度 对不起23到28度 不是38 28度 23到28度 降雨距离100% 中帐头23到30度 降雨距离80 云嘉南24到39度 降雨距离80到90% 高平是24到30度 降雨距离90到100 宜兰23到28 降雨距离100% 花莲24到28 降雨距离90% 台东25到30 降雨距离80% 外道22到30 降雨距离70% 美股为什么涨 说是因为新冠疫苗 研发传好的消息 美国药厂 莫德纳研发的疫苗 在第一阶段试验 结果呈正向消息 美股受到激励 联准会也释出利多 表示现在银弹充足 能扩大紧急贷款的规模 所以刺激美股大涨 道琼大涨91亿收盘 美股今天受到疫苗 研发 好消息带动 还有美国联准会 说它的潜购 可以扩大紧急贷款规模 所以现在有双重利多 华尔街投资人 信心倍增 所以就股票就涨了 华尔街的道琼 是以大涨770点开出 盘中 鲍尔又释出大利多 表示钱很多 扩大紧急贷款规模 没有问题 所以在货币刺激之下 跟疫苗有机会之下 道琼大涨911点 欧洲也是各国陆续解封 投资人的信心逐渐恢复 这也是为什么 欧洲刚刚也讲也都涨 刚讲这个莫德纳新冠疫苗 到底怎么回事 莫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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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纳生级公司 跟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 合作开发新冠疫苗 莫德纳宣布临床试验成功 出现免疫反应 新冠疫苗 好消息 所以激励美股大涨 光这公司 莫德纳股价盘前暴涨38% 这是一个小型研究了 他们找了45个年龄 是18岁到55岁的志愿者 分成三组 从3月开始注射两剂 分别是25维克 100维克 或是250维克的疫苗 受试者的身体产生抗体之后 进行测试 发现这些抗体的确 能够阻止新冠病毒复制 其中注射25维克的人 体内抗体跟罹患新冠肺炎 康复者的体内抗体差不多 注射100维克的抗体 明显高于一般康复者 同时在测试中 只有接受的最高剂量 也就是250维克的受试者 总的三个人 出现了明显的副作用 但没有生命危险 症状后来也消除了 莫德纳是全球第一家 公开疫苗临床测试结果的药厂 如果一切安全顺利 新冠疫苗最快明年年初 就可以投入市场 看起来是还不错 他们就是三组 给你一个注25维克 注100维克 注250维克的疫苗 250维克当然比25维克多了10倍 有两个不舒服 两个有问题 不过没死 三个有副作用 25维克就跟得了新冠肺炎 好的人的身体的抗体差不多 那到底所谓病好了 身体有抗体 到底能不能再抵挡新的感染 到现在不知道了 那当然他们现在用25维克来测试 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剂量出来 到底要多少 100 150 看起来可能在 就是你这个剂量要够 够到能够抵挡这个病毒 但是又不会伤害身体 他就是伎量的念 就这样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WHO台湾进不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 世卫失去公信力 世界卫生大会 WHA最近在瑞士任务瓦召开 台湾连续第四年被拒绝 但是今年的美国及土耳其 还有很多国家了 发言支持台湾 痛批世卫受到中国大陆影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谴责WHO 屈服于中国大陆压力 有失公信力 因为美国参议院做了决议了 要蓬佩奥好好的支持我们 显然没达到这个要求 所以他必须好好的骂 他有个交代 一场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防疫能力 不错 那台湾也送口罩 所以很多国家支持我们 我想主要是美国了 美国支持 跟美国好的国家 就会跟着支持 美国卫生部长艾萨 在发言时直接挑明 指责世界卫生组织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是失败的 在没有办法取得 世界所需的资讯下 造成各国人民死了 艾萨表示 至少一个会员国 因为试图隐瞒掩盖疫情 蔑视维持资讯透明的义务 让世界各国付出惨重的代价 就这样讲中国 他没有明点了 至少有一个会员国 艾萨这个讲法 被认为是把猫头指向中国大陆 我们随便听也知道 同时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也针对台湾 不能够参加WHA表示 很明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 在中国大陆压力下做的决定 WHO的这个决定 让各国错过了 分享台湾防疫成功的经验 也损害了WHO的公信力 土耳其这是很坚定的支持台湾 很奇怪 土耳其为什么 我们跟土耳其没那么好 土耳其跟美国也没那么好 那可能有些国家 它内部的这个疫情很严重 就很气了 就认为说是中国大陆开头的 可能有些人真的气 有些人也许是政治 那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WHO开幕致辞中 说中国大陆对于疫情始终公开 透明 负责 而且说要捐20亿美金给WHO 另外要协助非洲国家的医疗资源 20亿美金不少 因为美国4亿 20亿美金是美国5年 美国说不捐了 我现在又说我捐跟大陆一样的 你捐多少我捐多少 你现在一年只捐4000万美金 我就只捐4000万美金 十分之一 那中国大陆现在要捐20亿美金的 那美国会不会跟进 我看不会了 单日死亡人数不到100人 西班牙跟意大利逐步解封 这是这么长久以来 三月以来的死亡率最低的 不到100人 我们休息一下 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神的现场 刚讲这个单日死亡人数不到100人 意大利经过两个月防疫作战 把单日死亡降到100人以下 所以政府同时宣布进一步放宽 防疫的禁令 西班牙开始解封 西班牙除了首都马德里跟巴塞隆纳 其他70%的地方都松绑了 那意大利一度 医疗体系崩溃边缘 濒临崩溃的边缘 那3月9号开始实施禁逐令 疫情逐渐受到控制 经过两个月的奋战 单日死亡人数终于少于100人 是3月2号第一次看到 所以意大利总理孔帝决定了 进一步解除禁逐令 允许亲友间的聚会跟上教堂弥撒 同时可以到咖啡厅 理法厅跟美容院 但是还是应该要维持两公尺的安全社交距离 因为之前不准他们做弥撒的 意大利天主教国家不做弥撒 你想神父啊等等 气不气 西班牙同步解封 西班牙决定进入第二阶段 除了马德里跟第一大城巴塞隆纳以外 70%其他地区都已经解除了 允许10人以下的聚会 民众在戴口罩下可以到餐厅酒吧跟博物馆 同时允许西班牙民众搭飞机跟搭船 不过要遵守14天的居家检疫 至于外国旅客 最快到6月底才会开放 现在还没有开放 欧洲逐步解封 还有德国比利时葡萄牙 葡萄牙 波兰跟希腊都逐步解封 大陆出手众科澳洲大麦 80.5%的反倾销补贴税 这什么税 80.5% 加倍了 因为世界各国在对中国究责 中国大陆现在开始报复 大陆商务部昨天晚上宣布 即日起对澳洲进口的大麦 征收为期5年 税率73.6%的反倾销税 以及6.9%的反补贴税 加起来80.5% 澳洲大麦总出口量里面 超过半数 下往中国大陆市场 每年向大陆出口的大麦价值 大概15亿到21澳币 和台币差不多292到389亿 外界认为 这是大陆对澳洲的惩罚 因为澳洲总理Morrison 推动全球对新冠病毒的起源 展开独立调查 大陆的报复性手段 有杀鸡儆猴的意味 日前大陆已经暂停 进口澳洲四家牛肉 进口上的牛肉 如今又对澳洲 大麦科增关税 对饱受干旱之苦的 澳洲农户而言 雪上加霜 对大陆的决定 澳洲政府表示失望 将保留上述权利 好吧 反正这就是 你搞我搞你 班禅喇嘛 被失踪25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叫北京给个说法 怎么过去25年都不讲话呢 怎么会是 开始可能有讲了 我不知道 但是还长远都没讲 怎么现在有讲话 反正就是 要吵架 打架 就把过去的这些事情 都挖出来 第11世 班禅喇嘛 他有达赖喇嘛 班禅喇嘛 班禅喇嘛 行踪沉迷 他已经失踪25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今天呼吁北京当局 即刻交代 班禅喇嘛的下落 并履行自身宪法 及促进人类宗教自由的国际承诺 直接去攻大陆的藏毒的神经 25年以前 1995年5月17日 1995年5月17日 当时只有6岁的 十一世班禅喇嘛 他叫做 跟敦却吉尼玛 这名字很不太好念 在中国大陆遭到绑架失踪 到现在阴性全无 失声失死 外界也不知道 被绑架了 失踪25年后 美国选择了 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各国对中国大陆防疫不力 批评的时候 出手重提 班禅喇嘛失踪 等于是 在补中国大陆北京 一个重拳 打你一下 蓬佩奥发表声明说 捍卫及促进 中国大陆境内的宗教自由 是美国国务院的首要任务 尤其被失踪的 十一世班禅喇嘛 更是国务院的重点任务之一 蓬佩奥说 班禅喇嘛是 藏传佛教的重要人物之一 拥有的宗教权力 仅次于台湾喇嘛 但中国大陆试图 磨灭西藏的宗教语言 跟文化认同 美国表达严正关切 因此呼吁北京当局 应该立即交代 十一世班禅喇嘛的下落 并履行自己宪法 跟促进人类宗教自由的 国际承诺 就是老共曾经承诺 要这个促进宗教自由 蓬佩奥呼吁美国行政部门 动用西藏旅行 对西藏旅行对等法 跟还在审议中的 西藏政策支持法案 支持西藏的人权 有宗教自由 蓬佩奥一出手 直接往中国道路 最敏感的藏毒 跟人权两大敏感的神经 去戳塌 预料将引起北京 强烈反击 北京也不会不讲话 反正一定会反击 到底有没有反击 有没有道理再说了 不过的确 这么重要一个人 打来喇嘛 下来就搬残喇嘛 去哪里了 这个很怪 到底去哪里了 时尚最贵的篮球鞋 乔登 Jordan的旧鞋一双 卖1689万 苏富比拍卖公司 最近拍出一双 看起来成就 但是有NBA传奇球星 Michael Jordan 亲笔签名的 Air Jordan实战鞋 Air Jordan 1 56万美金 和台币1689万 高价卖出是时尚 卖出最贵的篮球鞋 这双篮球鞋 白底红边 加上黑色商标 是Nike在985年 为乔丹良胜打造 在苏富比17日的 线上拍卖会 以56万美元拍出 一举超过Nike的登月鞋 2019年7月创下了 43万7500块美金 外界认为呢 这双Jordan鞋 能以高价落锤 很大的原因 是受毁Jordan的纪录片 最后一五最近播出 受到高度关切 外界高度关切 所以呢 Jordan的相关产品 因此就 水涨船高 我们休息一下 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时间的现场 我再看一个新闻 说是这个日经 说台积电 停接华为的订单 台积电说不回应 不回应 华为大概占他的 10%的这个出货 也不少 因为美国 大概是不是给台积电压力 叫他不准卖货给华为 现在不知道 北车 北车大厅 他们现在预备要 禁止席地而坐 学者呢 发动要坐报台北车站 要去野餐 这一直有争议 疫情爆发以后呢 台北车站为了避免群聚感染 所以禁止民众在北车大厅呢 黑白起席地而坐 或聚会 疫情现在趋缓 不过呢 台北车站的站长 黄龙华说呢 这项禁令朝永久 有效方向规划 就以后都不给他坐了 那当然有学者就批评 说这不友善 他号召民众 在北车大厅 野餐唱歌静坐 躺卧都可以 林佳龙好像也觉得 假日或特定节日 应该开放 反正就是那边 大致在那边坐席地 就是通常一些 外劳啊 等的比较多 那他们平常 工作嘛 也很辛苦了 那到了假日 他就想聚在一起 跟同乡啊 唱歌啊 餐序啊 等等 那当然那个时候 比较非力 像那个新加坡这次就 外籍老公就得病 得很多很多 他们那个住的地方 集中住 条件环境都不好了 那我们的话 没有集中住 都跟着雇主住 或是在旁边 但是呢 他们假日就会去 北车 北车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了 你到香港去看 很多那个天桥啊 什么也是都是聚集 满满的 那你说不给他去吧 那他礼拜天怎么办 或者中山北路 我们这边 他们去做 到天主教做礼拜 因为他菲律宾人 特别是宾妹 菲律宾 菲律宾新天主教 不给他做 那他就 假日失去一个 局会的地方 休闲的地方 那给他做 第一个呢 就是 的确是影响景观了 而且旅客也有抱怨 因为可能会影响了 旅客的动线的 所以这个要怎么处理 这样的事情 的确是一个争议了 好 那么 韩国瑜昨天向 高雄市民道歉 因为昨天 他到议会去 要进行市长施政报告 韩国瑜昨天提前50分钟到场 算是蛮认真的 提前50分钟 主要就跟议员打招呼等等 我想 准备吧 那当然就有 五党团结联盟的议员 问韩国瑜说 如果6月6号罢免通过了 你有哪些工作是遗憾的 韩国瑜说 如果被罢免 最大的遗憾是双语教育 可能没有把它推动 反正 就说这台湾一直有 你要推双语 还是推本土语言 母语 一直有争议 有不少人认为 母语很重要 我要讲妈妈教我的话 但是也有人认为说 妈妈教你 欢迎在家里学 怎么跑到学校学呢 学校怎么会教得好 妈妈教你的话呢 学校应该学外国语 就是双语 英文 其实讲的主要是英文 你学其他的文 当然也不错了 但是最有用还是英文 因为他变成一个世界语 而且英文说起来 还是比较简单 所以你要知道 有时候我们觉得读英文好难好难 文法好烦 而且例外那么多 背了半天 考都考了个例外 但是英文已经是 所有这些外国语言里面 大概是最简单的 中文都比英文难 我觉得 对不对 你英文有什么难呢 你会讲跟会写就差不多了 中文你会讲 跟会写两回事情 讲了半天 你写那个字也看不懂 英文至少讲话跟那个字 拼拼哪个拼出个大概来 这就简单多了 外国人学中文才难呢 那日文也很麻烦 什么禁语啊 什么一堆 很烦 德语也很麻烦 哎呀 阴性阳性啊 什么 很烦 所以英文基本上 没这些东西 所以本来就不是我们 从小讲的语言嘛 当然就是比较困难 可是英语还算简单 如果你都觉得英语很难的话 那你其他不用学了 其他更困难 英语已经算是我接触 这些外国语里面 算是简单的 只是你没有机会用啊 问题是没有机会用 学半天要干嘛 在台湾不是一个英语环境嘛 你碰不到几个外国人 越来越少 我们以前还碰到一些外国人 到台湾来 对不对 做生意啊 什么很多啊 现在也不来了 现在来的都是来教英文的 大概大部分的 来补习班教英文的 现在很少看到其他外国人 你要讲话的机会也不多 这最大问题 那不能自己跟自己讲啊 那这时候 你学的英文 你有点无用武之地啦 会变成这样 那当然因为网络很发达 所以你可以到网络去看 但是很少讲说 不太容易 所以韩国瑜说呢 他一直推英文嘛 大概因为他们办那个 双语学校也有关系 维多利亚什么东西 所以他认为很重要 的确创与也是重要的 你看像菲律宾啊 像印度啊 等等 之所以能够接很多国外的一些 服务业的单 帮大家做什么 call center 就是那种 接电话的中心啊 或是服务中心啊 等等等等 甚至很多国家愿意到那边 设立软土软体中心的 就因为他会讲英文 外国人能够沟通嘛 而且欧洲人 欧洲人 法国人不太愿意讲 但是欧洲人其实懂英文的非常多 英国人不用讲 其他你像德国 我瑞士 我认识很多人 都会好多种语言的 从小 所以台湾没有这个环境 但是呢 双语重不重要 台湾想要国际化 想要跟国际接轨 双语当然重要 那韩国瑜说 如果他被罢免 最大遗憾 就是不能继续推动双语了 理论上讲 你这时候罢美韩国瑜 所以没什么道理 他才当选多久啊 一年多嘛 对不对 前年的12月25号就职了 所以那前年不算了 没几天了 所以去年一年到现在五月 才一年半都不到 所以说一年半 你要看出什么失证的绩效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只是反正要罢你 那罢得成罢不成 我们去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赵赵好康 是你的现场 那韩国瑜会不会被罢免 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 就要看投票率了 他就为难就在这边 就是这个选罢法修正以后 其实没有什么道理了 四分之一就可以罢明掉了 当选要一半 罢免四分之一 这什么个道理 这不通的了 而且通常也规定 一年以后才能罢免 但是反对他的人呢 不到一年 半年就开始活动 就开始发动 等等 那他去打行政诉讼也没赢 到底要鼓动人 还不鼓动人 这又是一个两难 基本上当然最好是静悄悄 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罢免案 人数不够就没了 可是呢 你的对手不会让你静悄悄 他一定设法要把这个选情炒热 最早的时候发觉呢 这个疫情很严重 那时候大家想 也许高雄市民不太愿意出来投票 可目前看来 疫情慢慢和缓了 所以会不会出来 难讲 那如果有坚定的把你罢免的决心 再经过动员 那就有机会 但是也不会超过太多 看起来 25%大概就在25到30% 大概这样 因为你苹果民调看得出来 51%人会去投票 会投的人有多少 要支持法民 乘一下就知道 大概民调会怎样 但实际情况跟民调可能不一样 事实上民主政治定期改选 定期改选就已经 确定了 做不好就改选不选你们 其实本来是这样 现在已经变成所谓政治斗争 当然你现在回头看 韩国瑜那个时候如果不选总统 好好把高雄市场做好做满 拿出政绩来 他下次要选市场 没有问题 他有政绩 甚至也可以选总统 政绩 所以那个时候急切了一点 所以你现在回头看 当然有钱难买早知道了 你回头看 其实就这样 那时候我也讲过 但是没办法 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了 但是就算他选了总统 也构不成他被罢免的理由 我说不能选总统 我市政也没荒废 几个副市场在那边坐 而且我没有选上 就是选民的决定的 那当然要罢免他人的口号也很有意思 都叫做 0606光复高雄 我不懂这什么意思 高雄是民进党的 因为韩国瑜当选的时候 你就要光复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了 那种心态就很奇怪 就哇 我们好不容易搞了二十几年 你要一来就把他拿走了 不行要光复回来 这什么 这种想法就很奇怪了 你光复什么呢 你不奇怪吗 好 世界卫生组织 台湾进不去 蓬佩奥骂这个骂 骂了半天 你骂什么的 你就支持台湾 你提案支持台湾加入 你不愿意 对不对 那你不是吃台湾豆腐吗 你有怕得罪老公 你现在有什么好怕的呢 你不都已经公开翻脸了吗 都要跟他索赔了吗 那就签个名支持台湾加入 不得不愿意 这很奇怪 这叫什么支持台湾 然后呢 这个世卫也很有趣 明明呢 他们大家都知道 说这次是从中国大陆开始的 那他们做了一个决议 说呢 要世卫去调查 这个病到底怎么回事 中间没有提到中国大陆 都不提 说呢 一个提案 要求谭德塞发动公正独立 而且全面的调查 评估世卫协调下的国际抗议表现 而且呢 要继续找出新冠病毒的人畜 共同或动物传染源 探究病毒如何 跨物种传给人类 弄了个半天 本来说要跟中国大陆 就责的也没有 那现在呢 连习近平都说 我也支持 调查 查个清楚 不要查我就好 去查 当然他也没有说不能查他了 但是呢 整个矛头 他就把那个风转向 这就是一种人家提的一个案 对我不利的 那我可以坚确跟他对抗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是 让他通过 我抵抗不了 第三种就是我修正他 修正的 像这种就是修正的 变成一个 一个中性的一个案子 去调查 我也支持啊 本来就该调查 那真是不要调查我 你调查我干嘛 你要不要针对我呢 就这个意思了 所以要独立评估 独立评估 疫情起源 跟抗疫的措施做了 好不好 这个案子获得116个国家支持 据说美国也可能支持 美国在这种地方大概 也没力了 你怎么办呢 194个国家 你也不过是其中之一 你支持还不支持 至少人家说要公正 独立全面调查 并没有说不调查中国大陆 但也没有指定 一定是中国大陆 那你美国到底参不参加 说美国有可能也会支持 那台湾到底怎么办 台湾本来不是说 昨天开始有两个国家提了 后来有14个国家 都是我们的友邦 所以要辩论 开始的时候 强谈说要辩论 辩论完了再决定 可不可以给台湾参加 那现在说 这个都免了 年底再说吧 所以因为这次是视讯会议 到时候年底 如果今天疫情好 年底会再开会 那个时候就是实体 会员国实体参加会议 那个时候再依规定进行 什么叫依规定 第一个 先要经过总委员会讨论 然后再向全体大会建议 要不要列入大会议程 所以总委员会 有点像我们的程序委员会 先讨论 讨论以后再决定 要不要放到议程 如果不放到议程就死了 放到议程里面 大会再去讨论 再去表决 大概你也不太容易通过了 不过至少 能放到议程里面去 等等 那因为我们一个 外科教授叫关凯利 他是世界国际外科学会的 后任理事长 就下次他理事长 高雄医学大学的外科教授 所以呢 他被邀请参加视讯会议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说 你那个正式的会没有了 但是他们这种大概就一些专家会议了 等等等等 至少也比都不参加好了 我们也去抗议了 已经抗议喊 抗议说我们不能参加 等等等等 我们休息一下 我是赵浩康 回到赵浩康 现在上载123 123点 苹果日报 头版头瞪的 就是台湾要建筑 世卫组织 年底在意 十四国提案 被推迟 蓬佩欧 轰 谭德赛 魅忠 我想美国一定很气 开幕还找个习近平去演讲 你觉得美国气不气 为什么不找川普去演讲呢 为什么找 而且我觉得这个世卫也很有意思 这样被美国攻击 好像他也不在乎 一般来讲 如果被美国攻击 说你魅忠 对中国好的 也许就稍微闭一下闲 就跟习近平讲 对不起啊 这次不请你演讲了 不他还请他开幕演讲 所以我想美国更气 那他也不在乎 你骂就骂吧 习近平在演讲里面 他说面对疫情 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 负责任的态度 及时向世卫及相关国家 通报疫情 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讯息 毫无保留的分享防控经验 尽己所能为相关国家 提供大量支持援助帮助 然后他还赞美世卫 在谭德赛带领下 推进国际抗议合作 习近平另外宣布呢 大陆将在两年里面 提供2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 用于用来干嘛呢 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 特别是开发中国家 以抵抗疫情让经济 及社会恢复发展 所以习近平就要捐钱啦 然后呢支持这个支持那个啦 然后什么疫苗公开啦 等等等等啊 反正现在看起来一副 中国大陆呢 反而办一个积极 积极主动协助的角色 美国反而在那边扯后腿 让人有这样的感觉啦 那到底年底处理好是不好 那当然就被认为说 你是把这次推嘛 你先推到年底 这是不给你参加嘛 年底再说 那年底要怎么样 谁也不知道 那是要到年底的事情了 就变成这样 这是苹果日报头版头 那中国时报头版头呢 是说企业累计 已经1189家 超过21000人放无薪价 是十年薪高 比金融海啸还惨 那这个无薪价呢 基本上就是 你还是我的员工 只是我不给你薪水 休假去吧 那但是另外一种呢 根本降的不放的 就之前了 那个更糟 之前的更糟 之前还给你钱 按照你过去年资 然后呢还有的 钱都不给了 就恶行倒闭的也有 那中国时报翻过来是说 台北市的酒店舞厅最快 礼拜四解封 真的假的不知道 那就是 柯文哲自己要干 陈时中当然拴柯文哲了 反正这两个人 拴过来拴过去 陈时中拴柯文哲说 跳舞跟防疫哪个重要 这个很严重 你柯文哲你不重视防疫 你只要跳舞对不对 跳舞跟防疫哪个重要 当然防疫重要 这个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当然你不觉得防疫 比跳舞重要吗 当然没有人会认为 跳舞比防疫重要 那问题不能这样问 你这样问 这就不是讨论了 就是吵架了 对不对 那现在什么比防疫重要 没有事情比防疫重要 但那你防疫什么都不要做了 也不可以 你做一个比例原则 那你现在你把它五厅酒店都关了 当然我就讲 他关这个五厅酒店 它是有道德的 有道德的这个制高点 因为一般来讲 你不会觉得五厅酒店是什么 酒廊是好地方吗 会觉得吗 不会吧 尤其一般 尤其妇女 对不对 所以我关你 我是有道德上的正当性的 要开是很困难的 但是不是说赞成开 就是我要到五厅到酒家去 两回事情 而是说 他如果真的那么坏 你就把它关了 整个不开放这个行业 那既然政府开放 而且他的税是非常重的 非常重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到远东三楼四楼 就是一个咖啡 叫个咖啡 什么下午喝个茶这样 大概到了超过晚上几点 七点几点 我忘了 反正有一个时间 突然那个税就高了 我说你说税为什么这么高 他说因为我们有人在那边演唱 一旦演唱以后 你就变成夜总会了 还是变成什么东西 税就高了这样 所以他们的税是 如果合法那 所以税是比一般 什么税是高的 这时候也不懂 唱个歌什么了不起 这是一个 五星级饭店里面的 等于是咖啡shop 他当然也有卖酒了 那就是有人弹个钢琴 做个唱 这个不行 这个税率就要高了 你看我们是用什么眼光来看 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不好 就能取消 你又要抽税 你又觉得这个是必要的 总有人有需要 然后又从业人员又很多 听说整个台湾四十几万 那么多我也吓一跳 台北当然最多了 那所以你又不把它关闭 你认为说国际 大多时都没有把这种关的 所以我也要开 但是我也讨厌他 所以趁着疫情把它干掉 然后现在就不开了 然后你跟我吵架 我讲说疫情重要还是跳舞重要 为什么不能戴着口罩跳舞 跳远一点就好了 这讲话都很容易的 讲这大话都很容易 但实际上不切实际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当然柯文哲有酸 说戴口罩怎么跳舞 所以陈时中就骂回去 戴口罩跟跳舞哪个重要 我觉得这个不对 你这样去讲 你柯文哲怎么回答 柯文哲怎么不能怀 跳舞比较重要 甚至你发展经济都可以讲 发展经济跟防疫哪个重要 那当然还是防疫重要 人命关天 那你通通不用讲了 通通你最重要 别人都不用讲了 这是奖礼吗 这是吵架 吵架十天来争了两千人 制造业最多有八千七百人 服务业也不少了 台北市新北市桃园最多 劳动部说要想修法 没有通报要法 他现在不需要通报你 现在法律上不用通报 因为我并没有fire你 我并没有解雇你 也没有大量解雇 法律上有个大量解雇 要通报 那他也没有大量解雇 他只是让你休假 另外呢 说有电报等说 有传教师借聘 互调要百万红包 五月借聘 老师就可以调不同的区了 通常呢 要找那个可以互相对调的对象 你要说台北要到桃园 我说桃园到台北 来我们调一下等等等等 有老师私下透露 说一个职缺要加三十万到一百万 这很严重 就调这么严重 以前呢 很多老师喜欢到台北来 现在据说很多老师不喜欢到台北 因为台北区大不易 他宁愿回乡 等等 好吧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再见 再见